下午回来的时候刚刚拍了一个视频 所以就是化了一个妆 没有想到就是快要到晚上了才化妆 尝一个 我去买的时候那个老板说 这个要比那个红色的樱桃更甜一些 过敏 刚好和这个桌布一模一样 好看 我觉得它用来放一些面包什么的还不错 就是一个浅浅的小盘子 比我想象中的要上面小那么一点点 但我觉得我能接受 刚好用来放面包 这样就比较的清爽 适合全是闹着 非嘴笑 本来今天是想买榴莲的 结果榴莲卖完了 夏天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就是感觉会有很多很多很好吃的水果 是其他季节没有的 你真的不要非嘴笑一下吗 感觉荔枝也是和西瓜一样 要从冰箱里面冷一会儿 再吃就超级好